If you're holding it to the top, raise your h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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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your hand up 我沒有吃過自己,我代表了香港,差不多有20年去打比賽 其實我覺得到我2008年畢業之後,我發覺運動的生涯其實我希望轉變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希望將來香港可以推廣運動的東西 但香港是一個很商業型的社會,必須有一些商業的語言 如果你認識的話,你可以跟更多政府和地區的人去推廣運動 所以大現入商界,一步一步走到這樣 當然,其實我自從頭想過,讀MBA之後可能就讀EMBA 不如一下就試試跳過世界級的比賽,去試一次 我都很慶幸自己的運動員 因為我想初頭讀書那幾科是比較緊張的 幸好運動員那種不威不撓精神 遇到問題的時候,才靜靜地解決那個問題 之後發覺很多學位都是完全是top management 很厲害的,很多經驗 我這個時候應該更加開心 因為身邊那麼多那麼厲害的師傅,那麼多的教練 他自己應該化了一個棉花、海綿 然後進入他們的功力 讀書的時候,在學校也好 教授也好,也好,很強調我們是LP Learning Partners,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想在讀EMBA裡面,其實是Marketing的科 教授裡面說的一句說話就是 功心為上,功成為客 統一回Marketing,如何去建立一個branding 裡面的時候,很多時候 你要想是如何直入到客人的心目中 運動員三個字,本身是一個branding 建立於獎牌上面的 我覺得它很正面,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一個很正面的產品 如果這一套的感覺思維 可以用得到我們的商品裡面 我覺得會更加好